受罵人命無人罪 受罵人命無人罪 外判減成本 工人利益我不管 他就不認是假外判 但外判制的確是觸發這次公朝的主因 近20年今上見的外判 到底又是什麽一回事 去到80年代之後 他們突然間有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叫做結構扁平化 他們就將公司的工種外判出去 自己不承擔一些純粹純生產性的工具 或者純日常操作的工具 而是找一些承包商以合約的形式 將這些工作交給外面的人做 最底色的是接觸的 很多時就是管理企業中的中層 出來所開的公司 大企業可以負少些員工福利 合約幾乎一定是價低者得 成本自然大減 做分判的都有傻 以前他是打工仔 他賺一個固定的收入 但現在如果他成功能夠建立一間分判公司 他所賺出的利潤 如何都會好過以前他打工的時代 世界永遠沒有這麼完美 上中層都賺了 最虧的當然是機場 留在大機構至少穩穩定定 但去到小公司便任人剝縮 今次碼頭工廠還看到 大老闆可以完全置身事外 工人根本毫無保障 所謂外判這些事 很直接的 就是我們資本主義世界裏 大機構想降低自己成本 增強自己靈活性的一種手段 但最基層的那班工人 就是最慘的一群 因為這個制度之中 從來的益處不會落在他們身上 好多謝 好多謝 殺了 好多謝 好多謝 сч尊重